消防期 我們這是數量的小孩的電視台 我是今天的主播消防期 講到之前 消防期在 簽唱會 第一場 台北簽唱會 請到五龍五師 和齋星爺 都來現場 為消防期加油 消防期 他也親租 跟塞町到去打鼓 除了塞町 也帶來很多紅包 紅包裡面 都是一些樂透菜 所以本來的民眾 會感到很高興 除了可以參加消防期的簽唱會 還可以找到樂透菜 如果樂透菜 就有大眾 會記得要把消防期支持 最新的轉接 循環 塞町來到這個地方 來補充 那種感覺 會讓人感到很感動很溫暖 在當天呢 消防期的簽唱會 真的很熱烈 不管是塞町 還是齋星爺 全部人都來報道 我們現在來看消防期 簽唱會為民 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 黃金老師 還有我們的 台神爺 以及五樓五師 來到了會場 都做過 今天黃金老師 特別準備的紅包 好 我們就是補充到畫面了 黃金老師手上還有一些紅包 我們再請台神爺帶著 黃金老師 發送一下 就要紅包好了 首先有很多的紅包 黃金老師 台神爺麻煩擋一下好不好 好 黃金老師剛剛出場 當上台神爺 感覺怎麼樣 發紅包給大家 很開心啊 哇 發紅包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每年過年 不管是要發給家人 或者說小朋友 或者說很多好朋友 就是 我覺得因為大家拿到紅包 就是一種喜悅 代表一種 這個 好運當頭的一種感覺 然後呢 拿到紅包就很有吉利的感覺 然後看到 所有人的笑容 就覺得說 啊 再多發一點也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 大家開心 一年一次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很開心